一首歌带你重温经典,貌似每一部爱情小说或者爱情电视剧,都是一部灰姑娘的童话。 每个女孩都是灰姑娘,都在做着一个梦,幻想着有白马王子来带自己走,我们一边骂着小说里,电视中善愿的狗鞋,灰姑娘的爱情,又一边乐此不疲的追,这看此类小说和电视剧,我们的现实生活是如此的平凡平淡与波澜不惊, 多么希望有一个白马王子能牵着自己的手翩翩起舞,把自己横在手心里,自己就是白马王子的全世界中心。 经典韩剧夏娃的诱惑,一部灰姑娘的童话,女主角的爸爸是工地的一个小小包工头,常年不在家,女主角任善美,便由附近一家开超市的阿姨帮忙照顾。 超市阿姨有一个儿子近幼镇,青梅竹马,曾善美一直喜欢着幼镇哥,待到长大,成为幼镇哥的新娘,奈何平地气波澜。 由于工地事故,曾善美以爸爸领养了邪恶的大姐是尹美女二号,超级大反派,由此自己的生活,发生了重大变化,邪恶的大姐一步一步夺走了自己的初恋,而爸爸的爱也竟然逞偏向大姐。 初恋的远势,爸爸的偏心,伤心欲绝的善美决定远走伦敦,暂地几个月,哦,中产阶级家庭有这个能力,说走就走的旅行。 在伦敦,善美遇到了此后,命定恋人来一号影响哲,一个超级贵公子,一个超级媒介集团等着他回去继承,无论是在伦敦,还是回国后,嗯,向哲细心地呵护着心爱之人善美,耐心地等着恋人对这段感情进行回应。 几起几落,又误会,又争吵,又甜蜜,又嫩水,索性回姑娘等到了白马王子的出现。 最后两人没有错过彼此,经典韩剧的套路,车祸诗一百血病,莫有出现呦,男一号影响哲由欧巴张东建饰演,女一号正善美由蔡云饰演,在一众单眼皮的韩国男演员圈中, 又如牛眼一样清澈的张东建把一个内心孤独,行为叛逆的集团继承人发挥的淋漓尽致,而蔡云完美演绎为一个在单亲家庭,长大但是性格仍然很活泼,内心仍旧充满爱的女子,十几年前的两人青春无敌,年质正鼎盛,经典的婚姑娘童话,无限的青春活力。 这部电视剧,依然成为两人的代表作,现如今,张东建的颜值不在,站在影评上出现时魅力依然无穷,无论是曾经的绅士的品格,还是金庄律师,吸引一大波迷媚,而蔡云一作中国媳妇,满脸都是幸福。 既然此剧被称为经典韩剧,不仅仅体现在演员和精湛演技方面,其他方面也体现出此剧的魅力,偶像剧也是有职业的,并进行了很好的呈现。 整个故事的职场发生在电视台,此剧带着观众好好认识下电视台的内部结构,新闻主播,摄像记者,配音演员等等人员的工作序场。 职场上人员之间的争斗,如何利用小心思进行上位,表现得恰到好处,经典韩剧中蕴含着的内言。 此剧中随处可见,善美婉转的邀请却常与自己共度生日,影响着对心爱女子的表白言语,没有时下电视剧犹如一杯白开水的简单之派,广大无畏,而是曲折愿为,完美展现恋爱中男女的小心翼翼,留在记忆里的那些人,演绎着一部古老的爱情童话。 重提此剧,怀念那些既去的美好时光,怀念一去不复法的青春岁月,怀念曾经在你生命中出现的人,远去的都是风景,留下的才是人生,故事依然远去,私人已老。 人的脸则真名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